因为在我们的前面在观看区的栏杆上面已经占满了福宝的铁粉 不过好在我们在高点有一个全程的直播 我们也只能通过我们的慢直播的监控显示器来看到福宝福公主的现在的情况 哦 镜头慢慢的推了上去 福公主仿佛闻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看看他会不会先吃会不会先吃我们的这个特地准备的胡萝卜生日蜡烛呢 我们看到大使也是跟游客一起站在栏杆外面 给福宝庆生 我们导播告诉我说现在福宝 我们从这个直播镜头来看他正在小鲜翼翼的秀现场的蛋糕的味道 看来这个就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新奇的味道 所以要看一看这个 福宝庆我还蛮喜欢的 是不是在竹夜里边埋了什么东西要等他去探索呢 我们刚才是错过了这个送饲养员买这个好吃的的场面吗 但是我觉得可能福宝现在正在流 对 他依然还在观察环境啊 然后再看他这个跟平时好像的准备不太一样 他对他的心感到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好像是在闻花香啊 嗯哦 他是先开始吃了 开始吃了 哦他是首先我们拿到了他最爱的我们提到过的窝窝头 躺得好舒服呀 福宫主 福宫主是最惬意的小公主 熊猫躺 熊猫躺 哦 现在把头转到了这个我们这边 嗯 哦 哎呀 有没有发现其实熊猫头很多动作特别像人 对 我们前一阵还在拜访大使的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都说啊 说这太聪明了 很多韩国网友都怀疑说是不是 那里面真的有个人 因为太聪明 太可爱了 对 听到了这个说法 说是不是哎 找人演的吧 听上了一身这个熊猫的外衣 剃了一个熊猫的外衣里面 其实有个人一样 太聪明了 对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在韩国爱宝乐园 正在给大熊猫福宝庆祝三周岁生日的一个现场 是不是可能还有网友期待 咱们什么时候给他唱歌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场面就是在给他进行这个生日庆祝了 对 因为他的清觉比较发达 又比容易又是非常敏感 所以可能不能让大家一起给他唱生日歌 我看很多现场的网友都忍不住就在捂住嘴感叹这个胡公主的可爱 带着这个镜头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看看能不能到这个另外一个方向拍摄一下他的这个正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慢直播的镜头是对着对对着侧面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 这里是不是应该看得更清楚 好 我们请 这里是换到了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也请这个导播 给我们切一下这个胡公主正面 正面 请卢道把这个镜头切到我们这个角度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正面的情况 但是它始终是躲在这个蛋糕后面 好 我们现在再往下走一走到这个换再换一个角度 我还要看一下这个看看从这里 这里好像看得能够更清楚一些 嗯 好 我们稍后把这个跟随着我们的这个摄像师带过来 非常专注的在拍胡公主的正面照 因为现场的这个空间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移动起来呢 镜头会稍微显得这个缓慢一些 现在这个福宝是站了起来 哦 我们这个 好 现在已经应验了 福公主果然是先吃了她的胡萝卜蜡烛 因为胡萝卜是福宝的最爱的零食之一 哦 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啊 它就对于自己喜欢的食物的味道 嗯 对这个 非常的敏感 所以姜爷爷也说过啊 福宝非常会调教 调教饲养员 给他爱吃的保持的东西 对 他自己就去雕出来吃 嗯 而且还知道把那个插着胡萝卜的这个杆拿下来 对 锅巴公主 所以唐欣你看到这个福宝现在这个颜色 会觉得锅巴公主的那个名字 是不是很贴切 而且跟我们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 他真是差别好大呀 最小小 最开始刚出生的时候那么小 嗯 所以我们就很 其实我们也今天一直在联系我们在爱宝乐园的中方专家 说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大熊猫为什么出生的时候只有不到200克 然后会到长成这样的这个200斤的大胖子 是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反差 好像它是熊科动物跟其他熊科动物有如此的不同 所以真的是 为什么 刚刚我们现场导播提醒我啊 说这个大熊猫好像非常有镜头感 嗯 知道这个吃完之后还知道 摆个pose 知道大家在拍它 对 福宝是真的是非常有镜头感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福宝的照片都是正面看镜头 而且我 躺得好舒服 而且我记得有一有一段视频是他和宋侍卫一起拍合影的时候 然后宋侍卫挡镜头了福宝还要拍一拍宋侍卫 然后让福宝把脸都露出来 所以这个聪明程度让很多科学家觉得不科学 你看他吃竹叶的那个样子啊 非常的熟练 而且大快朵鱼的感觉 是的 是的 就是非常感慨啊 福宝今天三岁了 然后那天查资料也发现 其实爱宝他妈妈 福宝的妈妈爱宝在到刚刚抵达韩国的时候 还没有满三岁 就是还不如是一只这个熊猫宝宝的时候 就来到了韩国 而且吃的非常的毫不犹豫 这可见是江爷爷和宋爷爷今天准备了福宝最爱吃的 庆南河东地区产的屋竹 而且你看我不知道张明你观察出来没有啊 他吃竹叶的时候他是先用这个牙齿 然后呢把好多这个竹叶都先咬下来 然后放到嘴里边这个集合成一捆 然后再开始这个吃 是我觉得这也是江爷爷一直来喂养他们的方式 然后记得前一阵爱宝非常没有食欲 江爷爷也是这样把一把竹叶啊 给攒在手里一口一口喂着爱宝吃 感觉吃的特别香是不是 像看那些大熊猫吃播的感觉 对我每次来看福宝都是觉得感觉 在看一场吃播 我们看看现场有没有机会能够这个 跟一下大食看看他这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参加福宝生日会的心情 小老师您好 简单的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心情 您肯定也是不是第一次看到在韩国看到大熊的 今天是什么样的感觉 福宝呢 诞生后的百天 百日 我们曾经啊 到这里来和他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 百日生日 现在呢又是三周年生日 特别高兴 我们来啊 还是一个是祝他生日快乐 另外呢也想把他生日的快乐 带给中韩两国人民 他是很温暖我们的心灵的一个机箱物 看到当时晚这边还特意准备了这个感谢牌 是上面写了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我们这两个养育师啊 一个江爷爷一个宋爷爷啊 他们呢精心来饲养我们的熊猫 是熊猫在这里茁壮成长 我也跟他们讲啊 我说我们的中国的宝贝大熊猫呢 在世界各地都有 但是呢在这里呢养得最好 也让我们两国啊 人民啊都很开心 我呢代表使馆 向他们献上了感谢 希望呢他们今后再接再厉 因为呢福宝还有又有了两个小妹妹 除了把福宝继续使他茁壮成长 也使两个小妹妹一起能够啊成长 也使我们大家更加的快乐 好的谢谢您 谢谢大使 谢谢大使 刚刚我们也是在现场啊 这个听到了中国驻韩大使 鲜海明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了一下 他今天的一个感受 实际上主要呢还是说 表达对于这个原封 对于熊猫精心照料的一个感谢 而且大使还说到 说看过世界各地的很多大熊猫 这里养得最好 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我们使馆方面 很多工作人员都分享了 说这是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大熊猫 这里养得最好 就是爱宝乐园无论从硬件上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然后从软方面 像我们的两位养育 这个饲养员啊 也是给他们提供了最精心的呵护 而且大使还提到说 再接再厉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再过一两年 或者再过两三年 我们能听到更多的好消息 所以就我们也是今天 我是刚才提到啊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网友 专程从中国过来 然后我也来跟他们做一个小简短的采访 所以唐欣宁也是会问一下 当现场的这个韩国的观众 对我们待会儿来再碰头 所以这知道你是今天特地从中国 从北京过来 这个来给福宝庆生的 对我们特意从北京这边赶过来 然后来给福宝过他的3C生日 为什么会想这个8月千里 来给福宝过庆生呢 我们一直都很就是关注这个中国的大熊猫猫嘛 对然后也非常喜欢他们 就是每次看到他们都会觉得说特别的质疑 然后尤其是工作了回家家里之后 看一看他们的视频 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 然后特别的解压 所以也慢慢的这样子培养了一些感情 所以等到这个就是说这样 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来了 然后也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就特意赶过来给福宝过生日了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大熊猫呢 其实我个人的话是挺长时间 一直以来都有关注中国的大熊猫 然后也有关注在不同的国内 国外的不同地方的这些大熊猫 所以一直都很关注 觉得他们特别的美好 那福宝 在你脸里福宝的特别之处在哪呢 我觉得他特别的可爱 然后而且他又很聪明 然后他同时那个也有很多我们 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找到的那个小孩子身上 找到的一些特别有一些独特性 然后都会让你觉得看到他就会很开心 比如呢 比如他有的时候 比如说他跟这个江爷爷他们一起玩啊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特别的这个有小孩子的那种天真和幼稚 但同时他又好像又很懂事什么都能听明白 所以就是觉得说特别的特别的好玩 然后让你觉得说看着他就就觉得说像有一个好朋友在身边一样 有一种陪伴感 那福宝这么多视频里面哪一条最戳你啊 其实他很多视频都特别的喜欢 然后我我最早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就是他抱着江爷爷的那个大腿 在走那时候还很小 然后我这个视频当时也是在那个国内国外都是非常的火爆 对对对 就让人感觉说哎这个我们的那个大胸猫在小的时候 其实他特别的这种能够让人看到人与动物之间这种信任感 所以就是觉得特别的好 然后其他时候就福宝长大了 为什么就这个成了郭巴公主还依然爱他吗 哦我是觉得就是不管他什么样子其实都是很让人喜爱的 然后他在不同的年龄他会有不同的状态 然后你也会用不同的眼光去去看他然后去这个叫我们叫什么就是能够发现他不同的闪光点 可能小的时候是很可爱那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特质表现出来 然后也会让你觉得说哎又发现他有不同的一面 哎呀我们看看身后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是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爸爸乐宝 哦乐宝我们也请那个摄像师给乐宝一个镜头啊 这个大家都叫乐宝是便宜女婿 然后说这个乐宝天天每一天都什么都不干 但是真的是真的是有这样好的爷爷来陪伴他 然后乐宝其实现在宝家族唯一还没有过生日的就是我们的乐宝在7月28号将迎来他自己的11岁的生日 我们也先提前祝乐宝生日快乐 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我们的另一位从从北京来的福宝的姨姨 对福宝的姨姨 特地给福宝来过生日 对 主要是特别喜欢的福宝 然后一直也是看福宝的很多的视频 包括跟饲养员爷爷就是他们一起的互动 然后而且就是在国内有非常多喜欢福宝的意义 所以就是我这一次来也是带着大家的祝福一起过来的 对 感受到了 然后那这个今天看第一次是现场给福宝过生日吗 对不是第一次在现场看福宝 但是确实是第一次在现场给福宝过生日 现在心情怎么样 太激动了 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把所有喜欢我们宝家族 喜欢大熊猫喜欢福宝的 所有人的祝福都一起传达给福宝 然后希望它可以茁壮成长 然后成长得越来越好 然后也希望可以给我们国内的姨姨们 包括全世界的姨姨们都带来更多的欢乐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网友都说大熊猫长得都差不多 那对你来说这个福宝 爱宝乐宝也是差不多吗 我还是能够一眼认出福宝的 因为福宝它的就是大家都会说它经常会打腮红啊 然后对到两边的脸这个毛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是福巴色吗 对然后跟妈妈在一起的话 就是明显能够看出来福宝要比爱宝要 就是黄一个度 对 然后而且福宝的头上也会有一个小啾啾 哦真的 对对对 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多看点福宝的照片的话 就可以去找那个小啾啾 哦 下次一定要找一下 因为我也找到了这个爱宝乐宝福宝的证件照 然后我很懵就不知道到底谁是谁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三个的区别 你怎么能一眼分辨出来他们三个呢 爱宝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很干净 然后非常的标志 就是像我们中国的这种江南美女一样 小家必育型 然后福宝呢 就非常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女汉子 但是就是身材也很好 然后非常的可爱 然后一看见她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乐宝的话 大家相信都会认为她是非常的这个 就是有男子气概的这样的一个 真的吗 对对 男子气概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这个首先就是我们 是吃的非常的豪迈 对 而且还非常的有个性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乐宝比较好的挑食 然后刚好这一点也遗传给了我们的福宝 对 然后乐宝比较出圈的 就是这个主子不好吃 于是自起了她的牙 对 所以就一看就是 不是那种女生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的男生的那种 有阳刚之气的一个熊猫 我还有其他的这个 他们三个的粉丝告诉我 他们的区别呢 说乐宝脚上的毛最长 对对对 是的是的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一说 这个福宝就是最可爱才能分辨出来 我都很难来界定 怎么能从可爱来判断哪个是福宝 我觉得就这个可能要归功于基因的强大吧 如果我们都去看一些爱宝和这个乐宝小时候的视频 其实会发现就是福宝真的是集合了两个人的优点 以及他们的性格然后成长起来的 就不得不感叹这个大自然的神器 以及基因的神器 对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熊猫了呢 其实我关注熊猫的时间 可能还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长 但是也是从福宝就是 他有一个跟爷爷的就是看手机 然后抱住爷爷的视频开始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可爱呀 然后想去多看一点视频 随着视频看的越来越多 然后了解的越来越多 然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看他跟饲养员之间的互动 然后把这种快乐传递给我们 会忘却身边的工作生活上的压力 然后很治愈 然后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喜欢 对 所以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一个 你最戳到你的这个视频是福宝和爷爷坐在一起看手机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其实大家都会可能都有对这条视频还比较有印象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哦对 然后其他就比较戳你的视频还有什么呢 一个是就是福宝独立之前 然后就是在室内然后跟爷爷去聊天 然后把一只手搭在了将爷爷的肩膀上 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还是就是哭着看完的 就是会觉得虽然说动物他不会说话 但是你真的用心去跟他交流去对待他的话 其实我们之间是可以很好的去交流的 感觉那一刻的话 就是他们之间不仅仅是爷爷孙 更像是知己 就是我懂你的心情 然后你也懂我的心情 还是非常非常戳人的 确实确实 其实你提到的这条视频也是江爷爷自己说 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条视频 说当时他特别特别担心福宝 因为在不久之前不能跟妈妈在同一个环境里生活 那现在又要面就要自己独自生活 连跟饲养也都不能和饲养员在一个空间里 然后他就非常的担心跟福宝坐在一起 其实我们他现在也会记得那条视频 江爷爷眼明里的那个忧虑和担心 然后福宝把手搭在他肩上说 啊没关系 然后爷爷觉得说他好像在跟我说没关系 当时他就说哎呀福宝是最懂我的 也说这个福宝是这个最最聪明的熊猫 是的是的对 然后那条视频很多仪义们看到之后也都是说流着泪看完的 但是也会十分的感谢江爷爷 因为他也是打开了我们一个新的认知 其实我之前也可能跟很多的这个姨们有一样的想法 觉得跟爷爷的互动这么好 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呢 但是会觉得说爷爷因为他是真的爱福宝 所以才会说希望他从动物的这个视角去出发 他过得幸福 然后愿意去呃真心的是希望他能独立 然后自己去生活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是大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格局吧 确实啊就是这个福宝明年就四岁了 也是长成大姑娘了 要嫁人 可能在韩国没有没有可以嫁他 没有他可以寻找的郎君 所以他必须要回到我们中国来找一个像乐宝一样男子乞丐的男朋友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公主能够找到他最合他心意的驸马 对的对的 这我相信也是很多中国仪义们非常掏心的一个事情 毕竟大家现在也是一直在思考 也是在这个全中国的这个熊猫的家族里面去寻找看看谁 会比较适合跟福宝来相亲 对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宋爷爷已经出现在这个福宝的这个生活活动区域里面 好像在叫福宝再回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爷爷和福宝的互动 所以这个其实宋爷爷对你来说也是不是也比较熟悉 对我第一次来爱宝乐园看福宝的时候是看到了宋爷爷 然后当时也是有那个福宝的写真 非常荣幸的获得了宋爷爷宋宝的签名 对 然后第二次是看到了江爷爷 然后很多我们国内来的游客 然后包括韩国当地的游客都会找那个江爷爷去拍照 但是我当时不太好意思就没有去 还是觉得挺可惜的下一次一定要鼓足勇气 哦是 我也是到现在也没有要成签名 也没有好意思 我也下次要鼓足勇气要签名 对的对的 我们看到这个哎呀福宝现在已经下班老回去了 没有下班因为我们待会儿还有一场政治会 太好了 对 再马上就要开始 还有还有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还会再看下一场生日会 如果可以不出去的话 当然还是希望多看一点 可以不出去 哇那为什么这真的是到现在 这个关注不保几年了呢 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 对 然后因为